在这里,在露天,四五级的风,大概是十度左右的温度 八岁的孩子,通宵,在等荷山报告,喂的指示,看一下胸口的一个硬块 我们现在在同仁医院的发热门诊 发热门诊,在那个小门里面,二三十个平方,大概睡了二三十个阳性的发烧病人 我们只能在露天,在外面,简单的一个椅子,这个毯子还是我好不容易要来的 只能这样的状态,看病 这次疫情,其实只是说小小的感冒和发烧 但是给我们上海人民带来的疼痛,是我们难以承受的,难以言表的 我们非常的痛心 我想问一下,上海究竟是怎么了 我现在是,我现在是过了一晚上的第二天,4月22号 现在医院给我的解释是,我什么病都看不了 我失去方苍,什么病都看不了 我就是和孩子一晚上在外面吹风 然后现在已经到中午了,告诉我,什么病都看不了 一个B超,最起码的B超,或者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中上市有种快 我不知道中国,上海,现在是怎么了 我们的政策是怎么了 是怎么了 这个孩子身上有病,他就得不了 得不到治疗,从酒店一直踢出来 一开始说到同仁医院有儿科 后来说是转去 转去这个儿童医院 现在跨区转不了 后来又说是转到这个另外一个同仁医院 结果现在孩子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孩子身上真的有病死了,怎么办 还有人管吗,医生有人管吗 有人管吗 你看医生就是不说话 当然我不能说怪这个医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政策 医疗政策就是这样 但是没办法 我们就是没有力量 我说这个话 医生全部都走了 我们医生我们这些病人怎么办 我说这个人是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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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